上一集我们就说到脊衣的角色 也都傻傻分不清脊衣和物理治疗师和按摩师的分别 今集就再次请来Dr. Wong和我们讲一下 平时我们日常面对的痛症 或者我们都市人一般会面对什么问题 如何解决的 好了先讲一下我们这些打工仔一族 经常就会面对电脑 因为就算是在家工作也好 未必有一张很正式的办公室桌子 是否会经常影响我们的姿势 而影响我们脊骨的健康呢 绝对是的 尤其是之前我们经历了疫情那段时间 很多人在家工作 导致很多人产生了很多颈部 肩膀痛 手腕这些位置痛 所以除了要注意姿势之外 其实很重要就是电脑的距离 你那个键盘和自己的手腕的高度 有没有什么黄金比例 例如我和屏幕要距离的医院 或者坐得多高才适合呢 通常我们如果屏幕 最重要就是你要跟屏幕屏幕 因为现在很多人 就选择会用一些平板电脑 或者其他人去工作的时候 其实会经常是这样 因为屏幕会低了 然后当你屏幕的时候 其实对颈部的负荷很重 所以我们通常会希望他们尝试 就是你 either墊一些东西在下面 或者提高一些升高一些桌子 然后就令到屏幕 对自己是一个水平线的 会比较好一些 然后就是例如键盘 又是不要常常按住手指 这样也是很差的 或者这样 有很多人就是键盘会这样打的 亦会对于手腕位 这些手肘位 肩膀这些 负荷很重的 就是不要坐太软的椅子 但也不要坐太硬的 但你要感觉到 它是有足够的支持 令到你个人是挺起一点的 不要常常这样吞一架 或者有些人就喜欢翘脚 喜欢动高的脚 这些都是比较不太好 还有我发现了一些新现象和一些坏习惯 就是人们很喜欢拿个beam bag 就这样坐在那里 或者在沙发里 挖着拿着手机 其实太方便了 beam bag 尤其是没有承托力 如果你在那里 其实你在那里玩电话 玩半个小时 其实都会觉得挺累的 可能你心态上 觉得是放松了 觉得是轻松了 但你可能之后 你就累积了 日积月累了很多坏习惯 对于自己的脚骨 你的颈椎 腰椎等等 其实你是这样撒在那里 是没有支持的 做事就正经在桌上做就最好了 除了我们打工 做事 或者上学 做功课之外 平时就这样走路 或者就这样坐在那里的时候 是否都有很多小西微的东西 要怎样注意 可以小小小的累积我们脚骨的健康 很多时候就是习惯拖背 以及习惯颈向前傾 因为现在每个人都在玩电话 在那里不停按摩 然后这个姿势非常不好 尤其是颈向前傾 常常都是这样 好像现在常说什么乌龟颈 或者看到小朋友 常常躲在那里 常常缩一够等等 都是因为那些姿势 日积月累而造成的 然后就是我们走路 平时的姿势 有些人可能又是喜欢拖着脚走 或者踢下踢下 那些都是比较不好的 最主要就是要挺起人 但挺起人的时候 很多人又会习惯縮起肩膊 因为他会过分调整自己的姿势 然后其实你又要縮起肩膊 整个有僵硬就变了这里就会痛了 所以其实我们经常说挺起的时候 首先要张开胸膛之外 其实肩膊也是要放松的 要沉下去的 不要你打算张开胸膛就这样 并缩起上去 这样是最不好的 想起是开一点这个位置 然后背脊这里 我们的肩膊骨 就是我们的三角骨 我们叫肩胛骨 就是要向内收的 要觉得向内夹 这样就会比较理想一点 新移民来到的朋友 很多时候都会面对一个很大的转变 就是要做家务 因为可能在香港的时候 有姐姐做 来到就要自己落手落脚 很多时候可能吸尘或掃地 都要乌低身 是否又会产生一些问题 对了 尤其是乌低身 尤其是拿重东西 像你刚才所说的 新移民来到又要搬家具 又要砌家具等等 可能或者去超市买完一大堆东西 这里喜欢一次过买的 要买一个星期的菜 那些时候你一拿起的时候 就很容易做到一条腰 就不要是污过人下去 用一条腰这样硬咬上来 那就是最差的 还有平时都希望不要只习惯用一只手去拿东西 希望两只手一起发力 好 老人家呢 老人家经常是否会平衡力差一点 或者平时面对冬天或冰天雪地的时候 又要怎样去注意一些行路的姿势 或者平时日常生活中要怎样去保养呢 是的 老人家都是一个很大的群体 他们也就像刚才所说的 平衡力会比较差 他们一跌一跌 尤其是他们可能已经骨折疏松等等 一跌一跌就很容易骨折 或者产生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老人家的患者最重要是 跟他们做多些可能锻炼的肌力的运动 令到肌肉强壮一点 然后锻炼平衡 平衡力那些都是非常重要 然后做少些锻炼平衡的动作之后 例如单脚企 或者就是拿少少啞铃仔 然后锻炼脚大腿的力量等等 都会令到他们没有那么容易跌倒 说起平时日常 可能出去做运动 有人喜欢做健身 打球 游泳 有没有说哪一种运动 是零碎可以对这些筋骨 或者针对自己的痛症去治疗 其实游泳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首先游泳是一个全新的运动 而且它是不会带给我们的关节 有任何的负荷 所以你也会看到现在很多朋友 会选择去水中健体的斑 水中健体的斑 那些其实挺好的 反而在有浮力的状况下 做一些运动 你反而在那里跳跃 或者在那里动一下转身之后 你可以锻炼到身体机能 但同时也不会对身体产生太多的负荷 好了 说完运动了 饮食方面都很着重 我们现在都是讲求食得健康 在加拿大也有很多好的天然资源 给我们选择 有什么食物你推介 可以令我们的筋骨输长一点 我们外国的饮食文化 很多时候有很多炸东西 那些就不要只是吃炸东西 吃多些蛋白质的东西 但最主要都是各方面都要涉猎 蛋白质有涉猎 蔬菜也有涉猎 可能我们的carbs也有 生果也有吃 其实加拿大物质也是很丰富的地方 有些朋友可能会喜欢吃食材 如果大家对关节有关系 或者想保养关节 有个叫葡萄糖胺的东西 都是比较好一点的 我们就叫glucol estimate 就是比较适合大家去保养膝膏 或者宽关节 就是一个日常的保健 不要等到你退化才吃 就没有帮助了 但是可以日常去平时吃 可能对于预防退化会比较好 所以经常面对腰酸背痛的你们 就可以参考一下Dr. Wong的意见 下一集我们就会再深入讲一下 疑难习症 到底有什么我们面对的痛症 是可以怎样搞去拆解和舒缓 今天很多谢Dr. Wong 记得留意CCUE